接下来说的是在墨学身上发生的真事 如有可能发布 只希望给更多的人信心 要深明一点 墨学平时喜欢研究量子物理 对平常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持有较高的敏感度 能分得清什么是正常发生的 什么是不正常的 而我所遇到的绝对属于不正常的 因此 我认为 除了菩萨 不可能有其他人了 第一次菩萨送钱 墨学创业 经常资金短缺 这一次办公室的房租都交不起了 拖了大概十几天了 房东怒了 直接来办公室了 就在他进门前半小时 我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乱翻手机 想着怎么编理由应付 突然 翻出来个平安的贷款软件就试了一下 几分钟后秒到三万 那个感觉是无法形容的 可能你觉得这很正常啊 我所说的不正常就是这个软件我以前试过 没批 因为我的正信问题是不可能被批准的 我试了很多软件都没批 别说三万 就是三千也批不下来 而这次是三万 平安的机审和人工审和严格的很 除了菩萨帮忙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巧就巧在房东进门的一瞬间 钱到账了 别急 第二次更离谱 第二次 又缺钱了 而且很急 总之除了网络贷款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然后 我又申请了一个 当时软件显示我的额度只有二千 而且还要电话核实 这时候莫名其妙的接了个电话 我也没报啥希望 十分钟后我的账户显示入账三点三万 你没看错 是三万三 不是三千三 这中间的过程我只能用匪夷所思来解释 如果硬要说是软件出现Bog了 那我只能说是菩萨让软件出现Bog了 否则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 当时 我正在修准提法 要说第三次 我已经无语了 菩萨送钱送得太明显了 那天中午 我急用钱 没钱啊 心里面突然有个念头 我在想 这下完蛋了 菩萨不可能再帮我了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贷款软件我都懒得申请了 下午五点多 突然又接到一电话 问我刚才是不是申请了一笔贷款 我说没有啊 对方说你刚提交的申请我们要做审核 我想了半天 这个申请是我几个月以前申请被拒绝的一家大公司 然后 钱又到账了 你觉得这正常吗 除了菩萨 还会有谁 这笔电影都不真实 除了感恩菩萨 我没有别的话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我等学佛的懒汉能得到菩萨的慈悲护持 那么那些精进学佛的人必定常的菩萨时刻忽佑 墨学以后再给你发一些非正常发生的非偶然事件 以此证明菩萨真的一直就在你我身边 感叹一句 菩萨的力量简直无语形容 没感受过的人不知道那种感觉 超级真实 有一次我娃咳嗽的停不下来 全家人都慌了 慌到老小抱头痛哭 我记得我好像做完烟供 前八个小时不停咳嗽 菩萨就那么一下 后一分钟娃医生都不咳嗽了 跟没事一样 我媳妇还打电话质问我是不是做什么法事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